喂喂喂 我讓你驚艷 這個底盤 大家好 我們現在來到深夜頻道 我們的四人都在冒煙 全紅的 我們先散熱一下等一下再裝 大家好我是林圓虎 今天很開心為大家試駕一下 我們現在2022年出來的 福斯的T-ROCK 280 TSI Style Design 還有一款是330 TSI Alive Performance的版本 這次是小改款 從T-ROCK在2020上市 在台灣季銷售成為 進口小型跨界休旅車的銷售冠軍 剛才沿路這樣子開過來 確實名不虛傳 雖然這項是1.5的 剛才在高速的行駛 跟這山路的一個巡航下 它整體的穩定性表現得都非常棒 甚至剛才在開高速過來的時候 睡夢中不知不覺 所以好像到130 TSI 它的風切身都非常的小 遇上它的一些高架的橋接縫 它的彈跳各方面都是很穩定的 並不會說像 以往開一些重心比較高的車子 它遇到坑洞的漂浮感會比較重 那感覺就是讓你滿穩重的 在這行駛下你就會變得是 會比較輕鬆穩定這樣子 這280它的CC數是1500CC 它的馬力有在150匹 扭力有25.5公斤 官方數據 它的0到100有8秒6 其實也算很輕快 它的極速有到205 兩款都是配7速的DSG雙離合器變速箱 所以它在換檔的過程中也是非常的綿密 所以剛才行駛過來就是 舒暢 那兩款的差異性 比如說在它的一個轉向系統 再來它的方向機比較不一樣的是 它的280是速度感應式電子輔助 然後在330的部分 它就是再多了一個動態磁筆轉向 就是會讓你的轉向會比較更犀利 能讓你去快速的達到你要的目標 那懸吊部分的話 280是前脈花層 後配輕量化的扭力量設計 那330的部分是前脈花層 後配多靈感 兩款的特性是完全不一樣 而且剛才在開它的後軸 它扭力量它也不會讓你覺得很彈跳 都很穩定 在外觀部分 它現在全車系配的iQ-Lite的智慧型頭燈 包含你轉向式 就是兩邊都會幫你試做 有一個更寬廣的照明 那在330部分 會變成是多配了一個 MATRIX的一個矩陣式頭燈 那這邊一樣 就是有他們的一個招牌的一個水箱護照 然後再來就是他們的一個日行燈部分 讓你在夜間啊 或者是在山路上面 有更高的一個辨識度 280還配了一個雙色懸浮式車頂 那330的話是配全景天窗 也可以做選配 那輪胎的部分啊 280是配上這個215 50 18 那在330的部分是配上225 40 19 這次不是只有電動尾門喔 它還多了一個腳踢感應 這在對於你搬很多東西的時候 你雙手來不及去按的時候 這時候是非常的方便 以前都覺得還好 但是你常常在搬東西的時候 覺得說哇 真的是出外非常好用 那後車廂打開的話 它有445公升 其實在一般的家庭容量裡面 應該可以載很多東西的 甚至它整個全部躺平的時候啊 它可以達到1290公升 現在走到蘇花的舊公路 這種心情就很舒服有沒有 那在駕駛艙的配置的話 這次是有了人體工學 然後直覺式的駕駛艙設計 前方的螢幕啊 在儀表板部分 它是配上10.25寸 那在音響的部分 這邊是配9.2寸 人氣的部分啊 它也是用觸碰式的一個雙區恆溫空調 然後在這個山路裡面 配上它280這個懸吊 整個是柔盒啊 它這一樣是搭載Level 2的一個 智慧車鎮穿梭系統 它就是按下去之後 車速啊 維持車距這一些 全部都一起啟動 走這種復古的隧道 感覺是很不一樣 我覺得這邊設計的不錯 這邊是 副手這邊是比較軟直的 剛好你在開長途的時候 這樣手鐲放著不會痛 一轉出來就是很寬闊 一邊是山一邊是海 但是我必須要來試看看 現在連續彎裡面它的反應 這個側起滿舒服的耶 酷 這個貼力性太好了 喂喂喂 我讓人驚艷耶 這個底盤 因為它原本就是讓你覺得很柔和喔 你完全不會想開快 想說這輛車就差不多是很休閒的開 但是剛才這樣子用力 你看連續彎 它整個車身動態是拉住耶 太神奇了 不用到330這個底盤就很厲害 好可愛 好可愛 換到S再看看 哦 你看 哦 你看 哦 然後它會整個往外拋了 沒有耶 整個貼住地面耶 而且它讓你開快啊 它還是保有它的舒適性 它不會讓你覺得會軟腳 或者是會彈跳很快 很明顯不舒服這樣子 沒有 還有我整個心情完全大改變 大家好 我們現在來到深夜頻道 姐姐來探險 我是姐夫來探險 我們現在晚上啊 來到山里王 武嶺的方向前進 然後現在是非常非常的暗 我們這次晚上換了330的車子 來看一下我們夜間Matrix頭燈 它的夜間照明如何 像我們自家車就是有這個好處 我覺得就是像上次有講過 在夜間行駛的時候 左右兩側看不太清楚的情況下 它在除了高視拍很清楚之外 連車速照相你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它躲在哪裡 那它的辨識度 比如說像現在我們進入隧道的時候 它自動把燈 把它切為進燈 等一下你看我們出去隧道之後 自動會打開 開了開了 你看這個圍牆上面 整個山壁它整個都照亮的 那舉正式頭燈的好處就是說 它可以辨識比如說 前方有來車 它會自動摺筆 才不會說有時候我們忘記切 遠燈近燈去切換的時候 讓對象去眼睛 差點快照瞎了這樣子 現在換上330 剛在開的感覺 它的整體的懸吊 跟280明顯不一樣 我覺得這個也有可能是在 胎幣的部分 胎寬這比較寬 這19吋 然後輪胎配上40 它的扁平比比較低 所以它在路面回饋的反應 就會比較直接一些 早上我們開280 就感覺它是整個可以很愉快的心情去旅遊 那現在開到330 它的油門反應 因為它的CC數 它是2000CC 又馬力有190匹 所以現在我整體 你油門輕輕摸它就很輕快 加上這是十輪傳動系統 來這種深山裡面 我這邊很刺激 之前我們在東部 我們練砂石路的時候 白天你看到兩邊都是懸崖 油門都補不下去 然後晚上去開的時候 你就會開得 我怎麼覺得很厲害很敢開 因為你開不到三階 這個有頭燈 夜間在這個 比較昏暗都沒有路燈的情況下 真的照明很清楚 然後這方向機的齒比 確實跟280也感覺轉向不太一樣 它的回饋好像反應 比較靈敏 所以在這個連續彎路裡面 我的方向盤好像不用 哇 一直打得很大圈 很犀利耶 它晚上還是會防滑會介入 喔喔喔喔喔 這加速老輕快喔 這一次真的這個懸吊 會讓我驚豔的 這好貼喔 但是它這個還是會有 防滑可以關嗎 因為這動作激烈一點 大一點它還是會 安全為導向 所以它還是會介入 所以它這個在我們的螢幕裡面可以做選曲 它比較激烈的路彎 感覺底盤是都會很秤直的 秤出地面 它遇到起伏 這個動作都很慢 讓車子去貼住 我們的四輪都在冒煙 全紅的 全紅的 我先散熱一下 等一下再裝 整個都紅起來了 今天我們是330R-Line的Performance 有了全景天窗 整個採光整個變更明亮 那這台開起來的感覺就是 它的懸吊回饋是變比較直接 因為它車子是配上了運動化的懸吊 那在高度的話 又再降低了這個10mm 懸吊的部分就是前脈花成後多連桿 那比較明顯就是在開的時候 因為整個介面還是有些微的更動 比如說整個方向盤的造型跟皮質 它的編織方式是不太一樣 那在按鍵的部分都變成是觸碰式的 這個加速的扭力 它的車頭 比如說定住地面的時候 它的後軸轉向 比280來的明顯 它帶的比較快這樣子 所以會幫助你轉向 就請人貼著 皮膚在走這樣 190匹 然後 昨天是前輪傳動 這個是4Motion的那個傳動 所以有四輪傳動這樣子 那在於介面的選取 這邊多了一個四個模式可以去選取 一個就是節能 還有一般的模式 再來是運動 再來還有多一個就是個人化的調整 它雖然沒有像280的反差來的那麼大 但是它整體都是比較偏向運動性的 就是開得起來非常靈活 很犀利有沒有 加上我現在腳在踩的 煞車油門跟休息踏板都是多了一個金屬放滑 然後除了好看 還有一些功能性 椅子的部分 它增加一樣都是配了12項的電動座椅 那皮質的話這個是NAPA的皮質 加上Carbon紋路的一個裝飾 所以看起來也讓你更加的運動化 在冷氣的部分還多了一個Air Care 它就是讓你去做空氣的淨化 在螢幕上裡面可以去做空調裡面去做選曲這樣子 那整個車艙內就會有一個空氣清淨這樣子 好 進入隧道內 我們就是一鍵啟動 智慧車身穿梭系統 很方便 時速定到我要的速度 那在方向的扯動的時候 它的拉扯感不會那麼大 不會說你開車的時候 它會跟你一直在拉扯方向盤 它只會微微的震動提醒你這樣子 微微的拉扯 一點點而已 不會像你家開車有時候 那拔河有沒有拉來拉去 那在於外觀的部分 全車多了一個R-Line的車身名牌 讓你去辨別 那在車頭的部分 除了是我們的頭燈 它是Matches的矩陣式頭燈 還有日行燈的方式顯現也不一樣 車側的話 就比如說它的窗框這邊都是黑化處理 甚至我們的C柱上面這一塊 變得是卡風紋路的示範 還有鋁圈 也是整個都黑化喔 那邊是9吋這樣子 那在於尾部的部分 尾燈一樣是LED 尋黑的高亮度處理 再來就是它的排氣管 做了一個四出運動型的造型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個4M的銀牌 那我們後方的乘客坐這邊 它這邊的玻璃是用深色的影視玻璃 兩天我們試完了280 Style Design 跟我們的330 R-Line Performance 那兩款的特色是非常的分明 那比如說280它可以走得非常的舒服 傾向於節能 1.5cc的碎金 要操控其實它也操控真的不錯 要性能呢 或者甚至要更操控派的話 就可以選我們330 它整體是非常的運動化 有跑格的設定 然後還有黑化的處理 對 營造非常很有運動風 對 以上兩款跟大家分享 大家再去做一個比對這樣子 好 很開心跟大家試車分享 記得關注姊姊愛開車 我是圓仔 下次見